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拿破仑为奖赏他 让他自己提出要求时 不知基于什么原因这位裁缝竟然只想知道 您面临死亡时是什么感觉 这个问题让拿破仑勃然大怒 你竟敢对皇帝提出如此愚蠢的问题 闯了天祸的裁缝 吓得魂灰魄散连连磕头 但一切都没用了 他被拿破仑下令枪决 士兵将他推到一堵墙下 蒙住他的双眼 拿破仑亲自下令 预备 他听到士兵举枪 此时他的双腿开始颤抖 眼泪流了下来 然后还以飞快浮现出很多往事 包括与父母子女间的不愉快 与邻居间的争执与客户间的讨价还价 斤斤计较等等 他感觉到这些事 都只是鸡毛蒜皮 微不足道啊 忽然蒙在他双眼上的布 被取下 拿破仑站在他面前 微笑地问他 现在你知道了吧 其实与死亡这件事相比 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痛苦烦恼 诸如生活上的 工作上的 婚姻上的 同事间的 车被刮了 堵车了 钱包掉了 网购上当了 被打了 被骂了 这些都只是 唯不足道的鸡毛蒜皮而已 虽然我们现在可不这样认为 人生智慧的精妙之处在于 对待同样一件事 如果懂得从另一个角度去看 情形就会大不相同 当某些人还在为那些事情 耿耿于怀之际 那些人却早已 悠悠地自身事外了 随着时光的推移 人们的痛苦感受 将逐渐消散 当死亡到来之时 所有放不下的人与事 都会自动放下 假如我们提前知道这一点 人生便会减少很多烦恼与罪业 我们所经历的幸福 快乐和痛苦在死亡面前 也只是鸡毛蒜皮 所以只有具足一双 能看透苦乐的慧言 也让我们能认真的活在当下 今天就与好朋友分享到这里 拜拜